近日在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的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自发举行集会 声援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察会以止暴之乱 还香港以和谐安宁 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凡人耿爽表示 这种行为理所应当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 中国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定支持依法常治暴力犯罪分子 第一 包括留学生在内的海外中国公民 他们对妄图分裂国家 抹黑中国形象的言行表示愤慨和反对 这完全是理所应当 也是情理之中 第二 我们同时也希望海外的中国公民能够理性地表达爱国热情 能够注意保护自身的安全 第三 中国政府也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同时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尊重和理解海外中国公民的合法活动 保障和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耿爽强调 暴力犯罪活动发生后 香港的法治社会秩序 经济民生 繁荣稳定和国际形象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当前香港最急迫的任务是依法止暴治乱 恢复秩序 事实证明没有法治和秩序的所谓民主和自由 只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和社会动乱 最终损害的是广大公众的利益 当前香港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依法止暴治乱 恢复秩序 中国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 坚定支持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 对有部分外部势力拿中英联合声明说事 插手香港事务的行为 耿爽再次表示 中英联合声明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 但其中没有任何条款赋予任何外部势力 在香港回归之后干预香港事务的权利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制 央视记者北京报道